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9年一级建造师 项目管理的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们正在讲解的是教材第三章 进度控制的内容 现在要讲的这个考点 是双代号石标网络计划 在一级的课程中间 双代号石标网络计划 是非常重要的 站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不光光是在项目管理的课程中间 实际上在几个大专业的 生物科中间 也经常会看到 双代号石标网络计划图的影子 在我们的项目管理的考卷上 14到18年几乎年年出现 这个考题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代号石标网络计划 双代号石标网络计划 它是由时间坐标为尺度编写的网络计划 同学们看这个图 因为屏幕关系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坐标尺度 放在最底下 实际上真正的规范的图呢 它是上下都应该有各有一个时间尺度 时间坐标尺度 如同所示 那么在这个石标网络图上呢 希望大家一眼能够看出来三种现行 不要着急慢慢的学 三种现行 比如说我们对着这个样图 这个版书上写的是这个图就是样图 举个例子 做个样子 所以叫它样图 那么图书们看 1号到4号显然是一个实践线 1号到3号 你不能说全是波浪线 你只能说它有一段是实践线 它的后面一段是波浪线 那么这里填鸭式的 不要你理解 直接就塞给你了 以波形线表达自由视察 因为大家在前面有双代号的积累 所以知道有总视察 有自由视察 那么一定要分清楚 波形线代表的不是总视察 它代表的是自由视察 那么因此这个逼工作呢 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自由视察 那是对着这个下面 直接就可以看出来的 两个单位的 比如这个单位是天 就两天 这个单位是周 就是两周 双代号视标网络有一句小的提醒 它有的时候这个单位的这个时间啊 写的不一样 有的写天 有的写周 有的写月 那你一定说话的时候呢 千万不能糊涂了 不要说你了 我讲了很多年的课 有的时候稍微一不留神 这个脚上写的那个时间单位 最小单位是什么 也经常会说错 那么我们稍微谨慎一点 然后呢 看C工作的话呢 它也是什么呢 也是这个实践线 我们再来看 3号到4号 2号到3号 这个2到3 3到4都是什么 虚工作 这是标标准准的 fire的虚工作 一点不带别的东西 因此这个图上 我们得到了一个规律 你看虚工作 在这样一个 规规矩矩的 这样一个图上面 他就不能 执意的发挥 不能随心所欲 因此他一定是 笔直的站着 笔直站着 什么道理 因为虚工作是什么 不占时间 你如果让他躺下来 他就占时间了 水平的话 他就占时间了 是吧 大家看 双代号 实标网络图 他画出来图 横平素质的 是吧 所以没有斜线的 这里面你没看到斜线 是吧 横平素质 那么站着的 同一个时间 坐标点上 他当然不占时间了 所以2334是虚工作 不占时间 虚界线表示虚工作 45呢 又是一个实工作 对吧 而36呢 也是一个实工作 而27的话呢 他又讲究了 又是一部分是实工作 一部分是什么 波浪线 波浪线代表什么 自由时差 然后呢 5和6呢 他也是一个虚工作 可是他和2334不同在什么地方 他有自由时差 5和6中间有个自由时差 所以呢 5和6中间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波浪线 其实5和6啊 应该这个工作画的时候 大家看 他这边画的是直的 这边画的也是直的 他不能崴平下来画 不能躺倒了画 他只能直的画 但是他的波浪线可以 有这个水平画的 好 学了一半 基本上这个图已经都能看懂了 那么 5到9的话呢 应该是实现 凡是实现 我们再次温顾一下 表示的是 有名有姓 消耗时间 消耗资源的工作 凡是 6到8也是实现 大家看到没有 7到10也是实现 看到没有 那么 8到10呢 我们已经学过了5到6 所以我们也就不陌生了 它是虚间线带着什么 波浪线 那么 9到11呢 教学们 9到11是实现带着波浪线 8到11呢 是实现带着波浪线 10到11呢 是实现 再次强调三种线形 实现表示实工作 虚线 虚线表示虚工作 波浪线 再次重要的话 说三遍 波浪线 自由是差 波浪线 自由是差 波浪线 自由是差 就是要这样 唠叨给你听 在你的脑子里 一定要留下 波浪线是自由是差 不要误以为是总是差 好 那么 刚才那个 双代号实标网络图的 特点是什么呢 它有两个优点 一个是双代号网络图的优点 一个是横道图的优点 那么学到现在 两个都学过了 横道图的优点是什么 一目了难 直观简便 双代号网络图的 它是逻辑关系非常明确 工作和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是紧前后工作 是平行工作 还是八杆子打不着的 没有关系的工作 这个都是双代号网络图中间非常清晰表达出来这些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它取的是这样一个特点 而横道图取的是简便 一眼望去 直观 从哪里到哪里 从开始到 就是说非常直观 简便 综合了两方面的优点 是个杂交 综合了优点 第二 图中 直接显示 直接显示工期 显示各项工作的开始和完成时间 要打个招呼 我们一般不加说明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实标网络图 它上面的时间都是赶着早 按一个最早时间来画的 所以你在这个图上能够看出来的是它的早开始和早完成 你看出来是它的早开始和早完成 你并不能看出来它的迟开始和迟完成 请大家千万不要自说自话 说商代号实标网络图一看 早的迟的都看到了 错了 只看到早的 而且看到早开始早完成 同时自由时差 那还有说吗 波浪线就是自由时差 波浪线对着那个实标有几格 那就是波浪自由时差有多少 那么关键线路 我们就抓住这个 直接显示关键线路 实际上并没有谁替你画好 而是你自己要找关键线路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回过去告诉大家 怎么找关键线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找关键线路一句话 倒着找 希望大家倒着找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倒着找 我就告诉你长期的经验 记得一下来 就是倒着找 不太会有出错 有同学一直拿到这个网络图就开始念 从一号点开始往大的号念 十有八九要念错的 但是倒着找 稳稳当当的找 你看我讲双代号的时候 我也是倒着找的 倒着找关键线路 然后呢 注意 无波浪线 而要记住这两个要求 倒着找 没有波浪线 我们稍微 待会就来找一下 先把这个两条讲完 可以统计 每一个单位时间内 资源需用量 以便进行资源优化和调整 同时 要记住 双代号视标网络图的修改 是比较麻烦的 需要重新画图 需要重新画图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有计算机辅助我们 进度控制 前面讲过 它的特点就是快 比手工的要快 如果你手工重新绘图 再去修改 这个做一个方案 做一个调整 很麻烦 计算机可以很快的做 好 那么我们回到前面 刚才讲的那个图 把这个要点 也就是这个基本要领 是一个基本功 我们把它掌握了 来回过去看看 在这个图上 关键线路在哪 倒着找 十一 十一往九走 不行 有波浪 十一往八走 不行 有波浪 那么只有十一往十走 同学们在平时学习的时候 要准备荧光笔 拿荧光笔 直接是刷上去 一刷 很鲜艳 很显明 这是我上面的时候 可是我反复要求学院 要做到的 因为最后你这个 关键线路画的 鲜明不鲜明 自己一眼能不能忘清楚 对你后面的解题 有很大的帮助 好 然后我们呢 再看 十号往八号走 不现实 碰波浪了 十号往七号走 好 十号往七号走 七号往二号走不过去了 你看到吧 有波浪 七号只能什么 回去 朝六号走 该是虚线的 你刷双的时候 还是虚线 七号朝着什么走 朝着六号走 六号朝五号走 走不过去 六号只能朝三号走 三号这个地方 注意了 这个亮图本身就是早年的一道考试题 我曾经一直跟学员细说 我说这个出题人出这道题目啊 他不知道熬了几个晚上 他才出到这道题目 他就是请君入温 就是请你掉进他的设的陷阱坑里面去 你看到吧 到了三号 有同学就闭着眼睛来说 三号四号四号一号 他就这样说 他忘了我们前面跟他尊尊教诲的一句话 是什么 倒着走 你现在三号到四号 请问是倒着吗 你倒了没有啊 没有倒了 你变成又倒回去了 又顺回去了 这个绝对不能够三号到四号 而是三号往什么 二号走 这个可以 三号走二号走可以 二号呢 最终回到了一号 同学们 关键线路如此而已 其实你掌握要领的话 确实关键线路很好找 按照刚才讲的 书上讲的双台号指标网络的特点 用眼睛就能看出来 十一回十号 十号回七号 七号回六号 六号回三号 三号回二号 二号回一号 千万不要三号回四号 四号回一号 那就是错透错透了 我们要一路返回 反着走 从十一号点到一号点 始终坚定不移的是返回来走 反着走 反着走 找到什么 反着走 找到的是什么 找到的是关键线路 没有波浪线 没有波浪线 好 所以这样跟大家讲过以后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后面这一个 这一段里面讲的 直接可以看到 公期 那么我们来看看 刚才那个图 直接看公期 公期就对着这个 十四 十四 如果天就十四天 月就十四月 周就是十四周 这是要看他到底给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这个不限定 好 公期 看出来我们承认了 同学们 这个要有评有据讲话 各项工作的开始与完成时间 我再强调 这个图 我们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这个图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早时间 所以你所谓的开始与完成 讲的都是早时间 那么这个读图啊 要有个习惯 要有个好习惯 你比如说 你拿这个一到四来读 他的最早开始是什么 是零 是零 他的最早完成是什么 对着这个三 你看到吗 对着这个三 这个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问题 等到读这个敌工作的时候 就出毛病了 因为这个敌工作 正好在什么位置呢 正好在敌工作 是在这个三的这个位置上 敌工作是在三的位置上 那么 一二三 敌工作 是 A是三天干完的 是吧 是三天干完的 敌工作 理论上讲 应该是从第四天开始干 因为A满打满的干完了三天 D应该是第四天才开始 是吧 D是第四天才开始 那么D干完是几天呢 因为D本身这个应该有一二三 D干完是在什么时间呢 大家看 D干完是这个五号点对下来 是在第六天的末 是吧 第六天的末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零到一代表是第一天 零是第一天的开始 是吧 这个一是第一天的完成 同时一是第二天的开始 二是第二天的完成 同时是第三天的开始 三呢 是第三天的完成 是第四天的开始 一定要脑子里这个一定要转换过来 这样的内容一定要转换过来 因为有些同学只会看着这个数字说 他其实没有明白这个石标的真正的含义 一定要看清楚 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D工作呢 是第四天开始的 他干了几天呢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干到第六天的就说 看到了 干到第六天就说 所以一般问 这个D工作在哪一天就说的 那你可以说 第六天就说的 他干到第六天的 就说 但是他开始是什么 开始从第四天开始的 这个说话一定要说清楚 说话一定要 第四天开始 第六天完成 第六天是什么 第六天的末 不是第六天的开始 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呢 一定要带一个什么 死和末 在这个规范的 在双代号指标网络团里面 讲话的时候呢 如果规范的出题 规范的讲的话呢 一定要带着死和末 应该是说 A 我们来表达他的开始 是第一天的开始 实际上时间坐标对着是那个零 对吧 而这个 A的完成 应该是在第三天的末 第三天的末 所以A是干了三天 A是干了三天 一 二 三 干了三天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这个脑子要转换的过来 转换的过来 好 那么刚才讲 第呢 他的开始 是第三天的末 第四天的开始 他的结束应该是第六天的末 第六天的末 如果我们要讲这个他的时间末 大家都统一用一个末来讲的话呢 是三天末 是三天末到六天末 是吧 如果一个开始 一个完成的话呢 那么 第四天开始 而第六天末 就是说 第六第四天的开始的时候 开始 第六天末 完成 这样的话呢 就概念上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了 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需要引起注意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鼻工作 鼻工作呢 他的这个实现 是第一天 他 到后两天呢 到这个三号点呢 后两天呢 就是一个自由时差了 鼻的后面 拖了两天的自由时差 拖了两天自由时差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 举个例子 再来看这个记工作 记工作 他的开始 是第三天的末 第四天的开始 他的完成是在什么位置呢 是第五天的末 第五天的末 他是 他实在干活呢 是在第四天和第五天里面干活 他是第五天的末 第五天的末 完成的 那么然后后面呢 有什么呢 有 也是两天的 这个 自由时差 这样的话呢 我们等于就是知道 确实我们从这个图上 可以看出 一个死 一个末 这个 每一项工作 开始于什么时间 就说于什么时间 因此 为了避免误解 大家以后自己表达的时候 一定要表达清楚 我这个时间点啊 是第几天的末 是第几天的开始 这个地方啊 好 那么工作的自由时差呢 不用说了 就是波浪线了啊 关键线路 刚才也找过了 所以大家现在对这一段话 应该有 较深的认识了啊 就是 工期可以在 图上看到 每项工作 开始于什么时间点 完成于什么时间点 这都能看清楚啊 然后 这个 他的自由时差和他的 关键线路 自由时差是直接看波浪线 关键线路是要 自己要找一找啊 在图上找一找 没有波浪线的 倒着找回来 没有波浪线的 完整的一条通路 好 接下去 双代号时标网络计划的 编制方法 有两种 第一种叫 间接法 叫间接法 间接法是什么呢 先画出 时标网络计划 对于同学来讲 因为我们是考选择题 所以呢 大家最重要的是 记住他一开始的这句话 如果是间接法的话 你怎么判断呢 他是先把 时标网络画出来 然后来算 各工作的 最早 时间参数 再根据 最早时间参数 在 时标 计划表上 确定 接点的位置 然后再 连线完成 那么 当 某些工作 间线长度 不足以达到 该工作的 完成节点的时候 用波形线 来补足 那么 实际上呢 应该说 我们 应该是先画出的是 这个 双代号的网络图 把双代号网络图的 各个工作 都 最早时间 都算出来 然后根据 最早时间 在这个 时标的 计划表上的 去确定 相应的 接点位置 打点了以后呢 连线 当 某些工作的 间线 达不到 它应该到达的 完成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 波形线 补足 这是一种 画法 还有一种 画法呢 叫直接法 直接法 直接法呢 就是将 起点 定位在 起始 刻度线上 然后 按照 持续时间 在 时标 计划表上 绘制 起点 接点的 外向 间线 外向 间线 当 其他 工作的 开始 接点 必须在 其 所有 景前 工作 都 画出来了 以后 一般 定位在 这些 景前 工作 最早 完成 时间 最大值 的 时间 刻度上 就某个 点 它可能是 几条线路 到位 到这个点 那我们一定是 按照最长的 那个 去画在 那个 时标 网络的 对应 刻度上 那么 其他的 怎么办呢 某些 工作 这个是 直接 间接 是一样 道理 某些 工作的 间线 长度 不足以 到达 该 接点 的时候 用 波形 线 来 补足 补足 箭头 画在 波形 线 与 接点 的 连接处 好 那么 直接 发画的时候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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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确定 其他 接点 的 位置 一个 接点 一个 接点 这样 画过去 直到 最后的 网络 计划 终点 接点 定位 绘图 就完成了 那么从 我们的考试 来讲 如果你听着 凡 你只要记住 这个 间接法 是先算 后 画 而 直接 法 是 直接 化 直接 法 就是 直接 画 而 这个 刚才讲的 间接法 应该是 先算 算完了 再画 如果是 先算 后画的话 那么就是 间接法 直接 把 起点 接点 定位在 这个 起始刻度线上 然后 一个接点 一个接点 往后画 如果一个 接点上 有多条 界线 到达的时候 挑最长的 那个 去定 这个 接点的 位置 其他 不足的 用波形线 来补足 这就是 直接法 其实在 生物里面 将来 我们自己 用双代号 去转换成 这个双代号 指标的时候 就是用的 这个方法